我們今天要做設計一個文字偏離器 大概各位應該都知道什麼叫文字偏離器 像這個記事本 它就是一個文字偏離器 可以打字進去 OK 然後呢 存起來 存起來 隨便存一個 然後呢 可以開新檔 也可以把舊檔再開回來 OK 這是一個文字偏離器 要做這個文字偏離器之前 我們當然要會做一些事情 譬如說要選擇檔案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 除了設計文字偏離器以外 我們還得講檔案處理 這兩個主題 那先看檔案處理 C-Shop裡面呢 我們的檔案主要是 通常現在的檔案 因為它有做緩衝區 然後做一些讓你比較容易 調整 就是協調硬碟跟記憶體速度的一個東西 因為硬碟 如果你每次讀一個byte 那會花很長時間 如果你硬碟呢 因為它讀寫頭是需要轉 需要轉 轉到那邊就要花很長時間了 你一次讀一個byte 絕對不麻算 所以你要讓它的讀寫頭 轉到那裡之後呢 開始一連串的讀一整塊 比如說8K 讀了8K之後 下次你再轉到別的地方 再讀8K 那這樣子 你如果是連續讀 那就不會 下檔就會比較好 所以一般來講 在現在的檔案處理的函視庫 它都會使用這種串流的形式來表現 因為串流其實它有一些緩衝的功能 在C-Shop裡面呢 除了串流以外 還有像File 檔案 還有FileInfo 檔案資訊 DirectoryInfo 磁碟資訊 就是資料夾資訊 另外有FarberStream 這是串流的一種 FileStream MemoryStream NetworkStream 這些 下面我們寫一個很簡單的函數 它利用這個Stream Written 串流讀取器 來讀一個文字檔 然後再把它關掉 然後把整個文字檔傳回來 那這是一個 讀取檔案的文數 或什麼的 檔案的轉成字上 檔案的轉成字上 這是一個 檔案的轉成字上 這是一個 我們把這一個 程式拿來寫一下 比如說 如果今天在 Hello.tsd裡面 放 誰打一些字 我們把它讀進 然後顯示 所以我就 BioTest Hello.tsd 把你Hello.tsd的內容顯示在下面 下面 那這個是一個 讀取 檔案 變成 文字傳 的 程式 我們來試試看 讀取檔案 變成 文字傳 好 那我們先新增個專案 這時候呢 因為我們這個程式沒有視窗記憶 我們是用 命令 所以 就叫BioTest 確定 好 那這時候呢 就建立了一個 BioTest 好 程式 但是我們 其實 把這個 扣進來 程式已經寫好 但是這個 這種 DOS的程式 如果你要在 四川裡面執行 反而會比較麻煩 因為你要去設這個 選項 選項裡面 應該 應該 還不是選項 應該是 它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你設定 命令的參數 但是其實 這樣不好用 所以我們會 會把這個東西呢 拿到 拿到 第四川裡面去 或 農配家教裡面 去 做編譯 那我先命存 我們 我們要去 做 做 檔案 處理 我們 建個資料夾 叫BioTest 這個 這時候 我們不要開 這個 來 編譯 我們開 這個 2012裡面的 命令電工具 可以 X86 X64應該可以 因為 現在這台應該是 64位 比較保險是 用X86 比較慢一點 但是我們速度不強調 所以就沒有關係 然後呢 我們就 進到 浪漫的資料夾 這樣有 剛剛這一個 程式的 用 CSC 去編譯 要加點 CS 這樣子就編譯完了 編譯完了 你會看到 它裡面多出了一個 FireToTest的點 ES1檔 這就是 質詢檔 可是 我們這一個 程式是 把某個 某個 檔案給 列印在螢幕上 那 我可以編輯一個 檔案 然後把它 存起來 但是其實 這邊就有個 檔案 所以我不需要 並不一定要 再編輯一個檔案 為什麼 我把自己 這個程式 印出來 OK 看到嗎 我 FireToTest 把這個 FireToTest-CS 當作 輸入 稍微讀取這個檔案 然後把它印出來 所以這個程式 確實有做到 讀檔 這個程式 把這個程式 檢測下來 編譯 執行 然後 讀讀看 它程式的內容 其實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建立一個 讀取器 把路徑 傳進去 所以它就開檔 開檔之後 用 read to add 從頭讀到尾 變成一個字串 然後 再close 關檔 最後把字串傳回來 然後 印出來 就這樣 好 各位 試試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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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